英國大陸財政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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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英國大陸財政論壇將就此話題 進行深入探討 下面請女主我介紹一下 今天要發表表演講的嘉賓 他們分別是 英國四陸的投資公司中國總裁 高曹森先生 大家歡迎 唐偉珍金融集團董事長 加拿大投資專家唐偉珍先生 大家歡迎 我們還有一位演講講兵 是中國銀行金融公司董事 詹寧先生 但因為他目前很多入產 正在改革的途中 我們稍後再跟大家介紹 下面我們將請出 唐偉珍金融集團董事長 唐偉珍先生 唐偉珍是 加拿大投資和財富的管理專家 經濟人老出版社出版的 華人制度新弄 我的巴菲特財富之路 作者 也是中期年華人 具有實力和影響的名字一 台灣華人合夥人 和公司總裁 我們有請 唐偉珍金融 製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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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回家 剛到中國 knocked out 私下海裡 今天我要 跟大家講講 美國製作財訪問題 其實我來前 現在沒想到的問題 但是我是輕輕經歷了 我呢這個關於美國的自治財法 危機啊 我有很多跟大家 跟我們一樣的關係 這個 對於美國的自治財法 我是深有機會 但是沒有受到任何的影響 我們在投資方面 這個呢一般是沒有 所有的投資基本上都受到這種影響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多年的投資活動中 對這個東西引見千萬不怪 就是說能夠避免這種貢獻 這次最近呢 他在幾位前面上會 就是教授 也是國內經理人士 我呢就是對這個 美聯局啊 美聯局的這個主席 這次這個 檢視和挽救了這個精進這個市場的行動啊 我有非常不一樣的辦法 其實它是一種恐慌 其實它加速了 維持的變化 使得本來的市場是應該有時間 如果是國內經理人士的話 再對的話 這個本來會有時間 讓這個市場消化這樣一個危機 而現在這樣危機來就是說 因為這是一個學習性的處理方法 所以國內經理人士的市場 大家全世界都混亂 當然大家也看到這個 這個 這個歐洲銀行他說 威力不願意中 英國銀行說 要要要要要不做嗎 其實要我先 他這次來就犯了幾個錯誤 對 他對這個市場呢 並不是很了解 但是一個學習性的主席 所以對處理問題呢 非常匆忙 恐慌 緊張 所以造成大家平時緊張 這就是剛才我們大家的研究了 就是為什麼 金融市場在同一個時間 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或者是小幹的時間 同時發展 就是這樣一個原因 第二 因為 我們在海外投資 其實我們知道 這個赤字代表這個 這個赤字代表的原因 歷史是一個原因 很大的時候 你要知道 美國的股市 納斯達的指數 在2000年的時候 崩潰 然後到2011年的時候 911一發生 人民的股市 感到肚臨 紛紛投資房地產 而房地產呢 銀行更好 還有投行 想利益辦法 滿足投資人的需要 所以的話呢 就造成了房屋的炮 更關鍵的是房屋價格的炮 剛才人們都是講 歷史 從這裡 根斯達的交集 這個數字利息 使得房屋的價格呢 不斷上漲 後來 房屋這個利息 上調的時候 其實是房屋的價格 大幅地下降 人們不是負不起這個包製性 這個是小事情 其實呢 本來已經造成了嚴峻的打氣 所以使得投資分控成最大的貨幣 就是房價的貨幣 美國的銀行和投資都是因此受到影響 所以這個問題我在2003年2005年的時候很清楚 這個泡沫遲早是要發生的 其實我們在這個市場的赤字貸款 在本來的之前 簡歷之前 去年我在我的貨幣上一直說 赤字貸款再不再的調整 並且是一個很慢的過程 到本來的以後呢 這個赤字貸款的調整是一個非常具體的過程 所以這樣的價值的恐慌性和威脅感 並且最後就是導致了這個資金鏈的斷絕 現在我覺得這個問題呢 沒什麼很多真正的 就是講這個事情 第二個就是講我們 其實我為什麼想今天大概都在哪裏 我們參加一個論壇 我們最後有什麼收穫 可以有一點影響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 我們這就是投資的 投資的貿易是為了營利 對吧 就是為了這個財富 所以我對這個美國的資金代表呢 所以我對這個美國的資金代表呢 就是說清晰的經歷 也就是有這個面貴這個經驗 其實呢 這個東西呢就是說呢 強氣以來的人 對這個房貨 投資的公司覺得是最安全的 再變的是安全的 是因為房貨是有行的 再變是政府保證的 像很多人是誤會的 在歷史的投資過程中 美國的股市 國際任何一個股市 比再變大遠 當然我們講的是整體吧 不是講一個股票 對吧 所以的話回報告 美國的股市在百分之十 剛才的大家來看 在百分之十一億或者十幾億上 中國的股市從一剛開始 到現在是百分之二十幾億上 所以的話呢 這個股市的回報是非常可觀的 從重點上來是安全的 這就是為什麽 最富有的人 對吧 都是中國金融資產的原因 其實剛才前面兩位學者 把這個赤字貸款的來路去本 信息 各方面都講得很清楚 這個我就不是都說了 我今天開始也沒在這方面有準備 但是呢 我就一直講 這個美國的赤字貸款 對我們有什麽好處 我就是講這個問題 現在對我們來講呢 美國 大家也看看吧 在1929年的時候 一直大的危機 現在又有了另外一次危機 在投資美國的 因為我印象剛好的銀行金融業 因為它是領頭的銀行金融業 在投資裡面 對吧 它是 又穩 又好 對吧 從來沒有 像 基本上百年那幾年 現在是 2008年 它那個是1929年 所以這裏投資的銀行 從來就沒有 這麼好的機會 因為 特別是美國銀行 美國銀行 這次因為赤字貸款 美國的赤字貸款危機 使美國銀行的這個 股本的支持 泡泡這個消息的 上半億美聯 對嗎 所有銀行的 這是一個機會 我們不知道 現在 美國的銀行的股票 是不是 到了幾億 但有一點 我們知道 它在幾個 對吧 就是 極盡緊緊緊 周圍 因為我們沒一定要 知道 究竟的 絕對緊緊緊緊緊 當然 很多人知道 市場是不可預測的 我就是別不預測市場 我們是 有一點 你是長線還是短線 從強勢來講 美國銀行的 投資 這是 非常非常難得的機會 每個銀行的 每個銀行有問題 大家知道 當然 投資 就是在 口方的時候 買 這個銀行的股票才便宜 對吧 大家都要的時候 像去年後 增值中國的股票 我去年的太陽 每個人都告訴我 什麼增值股票 要買 哪個股票 我是以前 都不同行 今天很多人都叫人 五次 六次 對吧 大家都不敢買股票 我認為 這個 就是事情 我講的東西 很期待 因為我講的是 今天最前的方式 怎麼樣能夠 使大家得到更多的利益 使大家有富裕 其實呢 我把我 在 二十 就是十多年的 北美 投資經驗 因為北美是想發達 這個時間比較簡單 我就會多說 但是有一個好趣 就是十多年 今天 全寫在書上 就是我在發這些產品之路 這個書呢 我這次來的時候 每一到一個地方出來 這些投資人啊 或者這些朋友 都 紛紛強迫 因為我們這個書呢 在書界裡面 現在還沒有到書家上去 所以的話呢 希望大家 因為 我們每一個人呢 不知道看到多少書 一百本 對吧 上 或者是 幾十本 上百本 但是沒有一本書 那裡富裕 我希望這本書 使中國人的觀念 投資的意識 有重大改變 能夠 跟國際結尾 今天 大家都累了 我也都多說了 什麼事 都放在這個書上 因為這個 一要講起來的話 我的投資今天 給大家介紹的話 大概講幾天 也講不完 現在呢 我就把時間 留給大家去請問 大家對這個市場的 金融 就是股票市場 金融市場的問題 如果有興趣 怎麼樣 所以投資有問題 可以去 特別的問題 來問 我們今天 天洋市場沒有很多時間 來 詳細給大家探討 這個投資的問題 其實呢 我是想投資的 對關用力是 靠智慧 不是靠技術 也不是靠分析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那麼接下來 我們將進入一個 今天我們最後一個房間 就是提問的房間 那有請三位嘉賓上來就坐 如果現場的各位觀眾 對剛才各位嘉賓的演講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舉手示意 我們的工作人員會把話題給您 好 現在可以開始 好 那邊要問兩次 你好 我要請問一下這個高總 就是現在是這樣 就是我們建國 這個大部分 大概改革開放三十來年了 然後我們從來都沒有像今天看到過 這麼多的問題 包括國家的成長 包括股市暴漲暴跌 再包括深圳 尤其深圳 還有上海北京的這個房地產的暴漲暴跌 就是現在 我們怎麼感覺到這個 國家的這個叫做經濟方面的問題 現在越來越多了 那麼會不會 就是很容易現在給人聯想起八九年的那個 日本的這個輕危機 那麼我想請問這個高總 就是我們國家會不會出現類似的問題 或類似的現象 然後如果有的話 那麼作為一般的投資人 我們應該怎麼面對這些 我覺得你們提的很好 大家都在關注中國會不會重蹈 八十年來日本的炮火危機 應該說呢 很多人呢 會從頭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覺得今天的中國 與八十年來日本何其相似乃爾 因為走很多的 第一 從這個匯率上 從這個上漲 由這個 我剛才提到的 從八四年開始日圓的不斷的升職 第二呢 日本的房市 就是房地產和樓市在同步增長 那麼在中國呢 應該說呢 不論是股市也好 還是從這個樓市也好 過去兩年呢 應該說也基本上 在走同一條路 那這樣呢 很多人會發出一種聯想 就中國會不會也會 除了一個就職 但實際上我覺得 你要考慮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人民幣 股市自由增幻 就是你可以談到很多國家 韓國也好 台灣也好 就是當時講 中國在台灣啊 然後包括日本一些 但實際上任何一個市場 在它發生當地發生威脅的時候 市場都是公開的 什麼意思呢 貨幣就是自由增幻 而在中國呢 今天實際上來講呢 貨幣不是一個自由的動作 這個實際上你看不完 但是你不能自由兌換嗎 可是這一個造成的 本質上的差別 本質上的差別是 你對一個資本對價 資本對價 貨幣對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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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個簡單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 水位應該是往低處走的 對不對 可是有人會問 為什麼水庫裡的水 會比水庫外的水高那麼多呢 它為什麼不往一處走呢 很明顯應該有一個大壩子 沒有那個壩 你看水是要走平 那麼對中國同樣的道理 那麼人民幣貨幣不能自由兌換 就是這樣的做壩 所以正是因為這個壩的存在 所以很多國際上的一些 過去的一些案例 在今天的中國來用的是這樣 都不完全是 就是因為這個壩子 所在硬件中國 我覺得至少的內在路面 真的不會拆除這個壩 這樣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說我希望 政府有一定的控制力 來決定這個 使我的系統相對是一個封閉 不太容易受到外界的影響 那麼中國的市場 應該說隨著這幾年的 隨著這過去二十年三十年的發展 應該說越來 應該是朝著進步的方向再走 但是我剛才也提到 認為這個市場 逐漸完善之後 必然會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 這個挑戰 這個挑戰 體散在比方說 金融市場上走在正確化 體散在金融體系的完備 體現的衍生產品 這些遊戲都應該是對中國 監管著角色來 去投資的內容 新的挑戰 換句話說 可以說是老革命 遇到了新的地 但是這個問題呢 是肯定隨著金融市場的完善 隨著經濟架構的完善 必然要遇到日益 或是或早 所以呢 中國會不會處理好D.I.P.呢 我覺得好敵宿神呢 中國人都很聰明 並且呢 應該說呢 有很多遣徹之間 中國的人可以借錢 所以從這邊講來講呢 我覺得呢 呃 對中國的未來 我們是還是充滿信心的 那麼對於一個投資來講 那你說經濟會怎麼樣 日本股市到1989年 12月29號 也就八十年代 最後一個消息 收盤盤中點 是39990點 到現在是多少 一萬四幾年 對不對已經過了18年了 那麼很多人想 你不是長期投資嗎 長期投資 你不是告訴我三年五年十年 也就算投資 這算長期了嗎 那你看看日本18年了 對吧 四萬年到一萬四千年 對不對 所以呢很多人實際上呢 是在懷疑 就是長期投資 究竟是否有效 但是從中國的情況來講 比如說 你不能預測過 其實是長期投資 但是呢 作為投資的人 應該考慮的是什麼 考慮是一個長期部分 你對中國的長期發展 有沒有信心 因為從股市來講 它不是經濟的潛力表 從短期來講不是 從短期來講 股市是投資人情緒的潛力表 但是從長期來講 股市應該是經濟的潛力表 所以從這方面 如果對中國的經濟充滿信心 當然應該對中國股市的未來 也同樣充滿信心 好 謝謝 非常感謝 小明星的檢查 那我想 因為剛才有一些時間關係 詹林先生沒有來得及 展開 沒有展出 我想詹林先生對這個話題 是否也有一定的看法 我覺得中國現在跟日本的人差得很遠 中國如果能達到當時日本的狀態 我覺得中國人民已經能進入誇大社會了 現在差得很遠 從各個各個角度看 就不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次出現經濟問題 如果以前 大家沒有人注意 自己沒有錢在裡面 沒有股市 而中國現在 從槓桿上來講 就從每個角度看 都不會進入那種狀態 看著通脹 通脹一般的社會的歷史經驗 通脹為什麼不好 很多人怎麼想都想不清 但是實現這種通脹導致社會通脹 1989年就是通脹 不是別的事 通脹導致社會通脹 所以現在我給大家的建議 我給中央的建議 不惜一切代價打通脹 因為如果不打通脹 今天德國請過 過幾天會很大 所以中國的問題都是一個問題 實際上都是來自於一件事 宏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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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一個前幾年的一個失誤 就是人物 人物 人物離開聖職的時候 沒有聖職 我覺得這是最根本的問題 如果早升 幅度大呀 早這樣 不至於到今天 但是這個調整也需要時間 所以呢 從 我也不想太展開了 這一個話題就是一兩小時下去了 我覺得 這個現在跟日本 不可同人而言 因為中國的槓盤也沒那麼高 中國的房子 中國的房子首付 平均要求百分之三十 房價跌百分之三十才會傷害銀行 當然還有一個 就是日本在股市暴跌的時候 繼續提依 而在金融體系出現崩潰的 中國現在金融體系很健康 很健全 不會 我一段繼續內看不到 哪有一個中國的 中國現在國家的財政資源特別大 即使出現金融風險 中國政府輕易可以救市 不過 不是救市 救市不應該 我覺得救市多數不應該 不應該干預 但是 要救金融體系 金融體系 雖然系統風險 一定要救 中國現在 遠達不到那個程度 差點遠 中國人民幣才剩了多少 日本 日本 二戰之後定在人民幣一比五百 現在一比一百 剩五倍 所以我剛才講 我在那個文章那些 人民幣 我預計到二零一年底 我達到一比四 而在十到十五年之後 我達到一比二 這是我的目標 好 謝謝 那接下來請問 请问张银先生 当时因为几位都谈到一个问题 就是通胀无流失 那对象我们说的是肚赢了 一个是这个话题 另外的话题呢 就是说现成中国的这个CTI的指数 还有目前除了一些货物 比如说像一些延传家的供给 现在供起来都出现了一些 转接 那么已经是通胀的塞兆了 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就是以优质推论 那是咱们的股市 那是牛市呢 还是走入属市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现在有种说法 很多人作为奥运会 作为咱们的一个分析品 那如果是股市 很多那颜色很多那种 不管是它是官方的 还是就是说 WhosePI 从网络上的 那么就说 一时推论 奥运会是足额伟 对足额围圈那种 雄市很牛市 preview 这两个问题你怎么看 第一个实际上是通胀 通胀就是说 第一个不是没有通胀 中国通胀也挺高 我有一个心理通胀 我的心理通胀也不是CPI 超过10% 在去年年底超过10% 因为在统计的方法不一样 我所看的东西 我的心理通胀的这个数字 是看的横开的看 并不是说猪肉和鸡蛋的问题 绝对不是猪肉和鸡蛋的事 第一个 因为中国的通胀 刚才讲的供给跟不上 你任何产度都需要供给 供给是没有的 基金业从两年涨10倍 基金经理和分学员 都是素肠的 这也是通胀的 保姆都说 老总社长给提高 我所见到的保姆 我刚建成莫名其妙子去年 不是莫名其妙子 人类该涨险了 去年一年涨了50% 通胀已经很高了 在这个局面 奥运 奥运就是说 本来应该更紧缩的政策 由于奥运没有紧缩 后果可能更严重 而现在的干预 因为我并不是说反对救世 我认为救世没用 救世短期有多 长期是没用的 如果有用的话 2005年 不会到1000年 我们从1500 1300 1900开始救了 救不动了 为什么 现在要想救世 唯一能够从根本的救世的方法 是什么呢 用财政的钱去买股票 变成一户基金 那是唯一的方法 因为别的都没有用 因为你们自己的钱是见识出 这种策略的方法 才可以变成经营公司 今天都满仓 你家库赎回吧 对不对 就是说市场的方法是 最后有用的 我们不是说有机能和 胡说会讨论 因为没有意义 因为救也没有 可能是短期 跑一些人的事 最终受偏来入的那种 我觉得股民也不要说 因为很多你表面上看的现象 和实际上